稍微剪輯一下政委員的資料 各位長官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非常非常榮幸 今天邀請到唐鳳唐中文委員 來為我們解說 我國外外交政策的出判 唐中文委員的經歷非常非常的豐富 我個人是沒有辦法完全背起來 所以取了我稍微看個告 其實我覺得唐中文委員 對委員所知的 他是中華民國史上最年輕的一位政務委員 更是首位以數位為人標的等的政務委員 他曾經成功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透過數位科技參與聯合國歐洲總部的 網路治理國際會議等等 更推出了短實力的外交概念 剛剛邀文也向公司分享 他的名片後面現在已經承諸給外交部 後面就寫著 他又很好 在世界各地為台灣的外交 非常非常盡力打拼的一位 非常成功的政務委員 希望今天透過州委員的一個演講 我們可以更加了解我國在數位外交的機會 並且利用我國科技的實力 在將來的外交部分 發揮我國最強的優勢 讓我們用最多列的掌聲 再次歡迎唐中文 謝謝唐中文 大家好 該不高興能夠來直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如果手上有 Aesop QR Code的任何城市的話 都歡迎Aesop的QR Code 或者是說用手機 或其他很多上網的裝置 連到slider.com 然後輸入507 就是今天的日期 那為什麼要用這樣子的一個 互動的系統 是因為 這一次的演講 就像我上次來這邊一樣 我會講什麼完全是由大家的發問所決定的 我就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所以我們從現在開始到四點 那大概就是以大家所有問的問題 做一個講的內容 那大家連到這個系統之後呢 可以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高的 就會跑到越上面 反正我就會越先回答 那在這個系統裡面 它的右下角是最新的問題 所以是都歡迎用各種方式來追問 那最近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這是匿名的 那因為通常我們容許匿名提問的時候 才可以收到一些比較甚至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如果大家舉手的話 通常都打個六七折 這個答案都很清楚 那第二個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隨時大家可以透過內容追問的方式 來進行變成深一層的互動 當然如果有人願意舉手的話 那舉手的優先程序 永遠都不到過敏無傷的 好那所以這是大概是在 那到四點為止 就是如果沒有辦法回答 那兩樣全部的問題的話 那就先說上到前陣子 問題我都會看 那如果到四點的時候 都已經沒有問題了 或者四點前就已經沒有問題 也沒有人要舉手 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這種事情曾經有發生過 那大概這次也沒有什麼發生 很安心 好那所以 那如果時間空間的結構都OK的話 那我們其實就直接開始 好 那有十一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是不是可能透過數位的方式 來跟中國的民眾 來進行直接的宣傳和互動 確實是可以的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在即使是入流之後 我都在網路上面去開數位的教程 那好比像說 我之前曾經開過的這個 Virtual Reality 或City Development 就是透過虛擬實境的方式 在裡面進行一些民主的討論 審議等等這些工作 那這個是我在 在2016年在開放政府 國外關係在巴黎 所分享的一個題目 那當時因為這是公開的 那我就是放在屋左的彰化 一個機房 我把自己的人像 用3D掃的方式直接掃進去 那所以大家可能還記得說 我2016年10月入閣嘛 所以我是2016年9月的那一個月 那有人都在巴黎 那我在巴黎 那我在巴黎 但是就有很多人想要訪問我等等 那公司就安排了一些小學生 還有中學生 那透過VR的方式來訪問我 那所以我就直接 就是等於帶上VR的設備 他們也帶上VR的設備 那就在虛擬實境裡面 我就把自己的這個人像 縮小到小學生的高度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我就是都非常 可以他們能夠打成一片 不會看起來180公分高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很具體的來討論一下 一些就是在他們周遭的一些生活 然後我覺得 這樣子做法很好 因為第一個 大家會覺得很容易靜靜 那第二個是說 它也可以突破 空間的限制 我在巴黎嘛 那這些小學生在台灣 所以後來我覺得 就對於全世界開放 那因為我家的那台機器 是在購購彰化的那個機房 那其實是不用翻牆也可以連到的 所以我在開這樣子課程的時候 我也在巴黎 但是就有很多 中國黃州這個美學學院的朋友們 也來上我的課 那這個一直到我入課之後 那我就問了一下 當時的這個負面學長 說了 就是我現在是 就是中華能夠教委了 那這樣子到底還能不能夠 這個等於是公開的教課 而且有中國的學生 那他後來去查了一下 並沒有說不可以 因為其實從就是他們的角度來 剛剛只是在看電影嘛 只是這部電影是可能兩分鐘前錄 但是還是在看電影嘛 那其中一個是我們的設備 然後是實際上位於彰化 那所以事實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問題 那所以後來他就說可以 那我就繼續這樣子去開課 那所以後來當然 剛才這個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我用類似的技術 就是當然是放在一個機器人裡面 去電話去進行 就是網際網路至於論壇的時候 其實也是通常的一種講法 就是聯合國規則裡面 並沒有哪裡說 不能夠去放一個錄影 那雖然這個錄影 是有那種事情才錄的 所以就是說透過數位的方式 它確實是可以突破 各種各樣子的時光的限制 而且不管是EI也好 或者我現在很常用的 浮空投影 全新投影也好 或者是機器人也好 那這些設備的人 其實都不需要護照嘛 所以也就都不會有金融限制 或者是其他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 就是可以一次去 跟不管在哪裡的任何人眾 去進行互動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我們要運用這個方法的話 那要有一個 一個算是訣竅吧 就是去用一些 在線上大家都很常使用的 一些網路服務的提供商 那最好的一個例子 是一個叫做GitHub 那GitHub這個 就是現在是微軟的 的一個網域 它現在就是類似Facebook 但是是全世界都在使用的 軟體開發者 專用的Facebook 那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很有意思 它告訴我們說 任何的項目 任何的想要在上面 進行政治工作 或者是宣傳 或者是像我們當年 佔領立法院的時候 等等 我們後面的價錢的網站 都是用GitHub的所謂GitHub pages 就是GitHub的價錢的一個服務 雖然這個 像最近有一個叫9960ICU的一個項目 一個專案就是在上面說 這個要抵制那些 就是在中國大陸境內 就是他們的牢記法 這個不尊重這個牢記法的一些 工作的一些方法 但是這個如果是架在任何其他的網站的話 那大概馬上就被公交公府網的 就是方法長城所封鎖 但是因為這個是架在GitHub 這一個很特殊的網站 所以其實之前 網信班那邊已經試著封鎖它很多次 但是每次封鎖 都遭到他們的科研社群的反彈 因為GitHub這邊是所有的 包含人工智慧 包含5G 包含人想像得到的新的發展 大概都在這個網站上發生 所以如果一封鎖它的話 其實就表示他們的科研社群 沒有辦法去參與最新的科研研究 所以每一次他們都很投訴機器 就是不敢去封鎖它 所以在上面有非常多 像996這樣子的 我們叫做公民科技社群的一些工作 那還有一個叫做趙家人的工作 我們現在先都找出來了 就是去讓這個 他們的一些包含們的一些 對人的關係啊 或者是一些照顧的關係啊 都把它透明的揭露出來等等 那所有這些 只要是架在GitHub上 或者是架在一些 大家都很常使用的這些網路上 那它就會投訴機器 不敢去封鎖 但是如果我們自己 從頭加一個網站 那那個網站的同志 又沒有別的網站在上面的話 那可能兩秒鐘就會封鎖掉了 所以就是要去搭載在 他們不敢封鎖 搭到他們不敢封鎖 對一些服務上面 這是一個很具體的一個提醒 有大家的朋友想知道說 從數位外交目前在哪個區域 其實國家推展的 所以成功如何與外觀合作 共同的向它推展 那也非常好問題 我們先看一下說 所謂的數位外交 其實數位外交其實還是外交 它並不是什麼別的東西 它只是外交的數位化 那外交的數位化其實 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看 最大的一個差別就是說 我們在以前有網站網路之前 我們其實大部分有的 自動學工具都是宣傳工具 就是它是一個人講話 但是你可以給全世界上千萬個人 聽可能廣播啊 電視啊等等這些方法 那但是當你真的想要 聽對方這麼講的時候 那你就要回到傳統的 就是可能比較是 一對一的 或者就是一個圓桌的 或怎麼樣 其實有有限的 可能二、三十個人之內 比較才能夠一次清聽的 那個狀態 那但是我們現在 因為有自動學科技的關係 所以大家應該已經非常熟悉 就是你不管在Twitter上面 在FB上在哪裡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一次 搜集到非常多人的意見 非常多人的聲音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就是外交的性質就改變了 因為以前如果你只能聽 一個國家裡面 十個人或二十個人的聲音的話 你當然是想要聽去 或者能夠代表性的這些人 然後跟他發展長期的關係 但是當我們現在 有一些數位工具 能夠去收聽到幾千萬人的聲音 而且你們不需要花太多力氣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話 一般的平民百姓或者是各方面的意見領受 只是他沒有關係 這樣子的人你也可以很容易的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跟他去做接觸 那如果要問說在哪些地方 我們數位外交做的就是比較好 或者比較多的話 我這邊其實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跟ANIT一起發起的一個 一個數位外交的一個計畫 這個其實是我們第一次去讓 agenda setting 就是我們的外交的議程 我們在外交的進程上 到底要看什麼 那讓就是我們跟美國 然後等於是一起去說 那我們每個兩個月 就一起問大家一路問題 但這件事情當然對於美國 對於台灣都是新的 但是這樣子一個謀示 它另外在我們叫做 public consultation 那這個軟體叫做public 它就是可以一次的去聽幾千萬個聲音 但是在上面又不會有互相攻擊 互相罵罵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最先開始用這個 在就是全國性的對話的是台灣 當時我們2015年開始使用 但是之後不管是英國 不管是丹麥或者是馬德里 西班牙 愛上尼亞等等的這些地方 都開始使用這樣子一套軟體 這套軟體其實用起來更加簡單 就是說我們每兩個月問大家一個問題說 奧比張說這個月的所謂的 How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work to get you to response 台灣的constructed around participation global community 就是說台灣在國際社會上 要怎麼樣子跟為人所知 那你一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一個想法 那奧比張說 新美國寫出翻譯文件 和台灣一起交流 全球諮詢訊來相關諮詢等等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那個icon 就是藍色的在這邊 那所以你就可以同意 或者是不同意 那因為這是雙語的 這個雙語的部分是 他們在加拿大政府的時候 加拿大政府因為每一個都要印刷雙語嘛 所以他們幫忙寫出來的一個功能 那所以好想說一下 是你同意好了 那同意的話 你會突然間往左飄 表示說左邊的人比較同意 那又有一位朋友說這個 這個他1966年到1967年在台灣 他認為說 Making Taiwan這個概念 這個已經非常非常非常 就是因為他在台灣教書嘛 那他覺得應該要突顯台灣的 Talent Creativity 跟Dexamination 那也可以同意或不同意 好 那接著你同意或不同意 我們就會看到手邊大概分成兩邊 但是好像說 右邊的人都覺得說 每次只要PRC組長 參加國際活動的時候 那麼美國就應該 再讓台灣在新的一個地方 參加國際活動 那右邊的人大概都是同意的 左邊的人都不一定那麼同意 好 但是無論這個是哪邊的想法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大家有一些同樣的同意的事情 那所以支持這條系統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我們可以引發 不需要彼此攻擊 因為當你看到一個人的想法 如果不同意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reply 沒有回覆這個健可以按的 所以你按的同意或不同意之後 你沒有辦法去攻擊他 你就只能去 自己分享你的一些見解 然後讓其他人同意或不同意 所以我們每一次 像現在四千多標了 每次都看到一個 類似的一個形狀 就是 其實我們如果只看媒體上面 或大眾媒體上的一些討論的話 都會覺得說好像是 警惠分明的 但是事實上 大家真正警惠分明的事情 可能只有 右邊的兩三個點而已 那其實大部分人對大部分的事情 在大部分的時候 都是大部分同意的 那所以這件事情 讓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外交的一部分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不管是美國人 還是台灣人 不管是我們對某件事情 我們有很爭議的看法 但是無論如何 大家都是 對大部分的事情 像這些事情 都是非常同意的 所以到每兩個月結束的時候 AIT就會發起一次的研討會 好像是我會主持 然後去把就是大家 最同意的一件事情 這幾件事情 看能不能夠進入 台媒未來的政黨理念 那這件事情就會變成 等於一個公眾外交的 一個議程設定權 就是不會再只是外交官去決定說 我們接下來台媒之間 要強化那些部分 而是說就是所有人都可以 一起來報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是一個 蠻好的一個應用 那當然如果找POLIS POL.IS的話 那可以找到它在 各國的一個應用 就是我們最近用的一個工具 有其他朋友們問說 請問數位外交 是不是會造成 國際之間的數位落差問題 更加嚴重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我們在數位外交裡面 裡面當然有一個部分 是所謂的 Listening Global Audience 但當然我們這邊問到就是說 那如果對於 對方的地方沒有網路的人 那是不是說 他們就不能夠參與這樣子的互動 所以這是非常感到的問題 在台灣我們 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是因為台灣我們 是有一個叫做 環境人權的政策 在台灣的任何地方 包含東沙 如果你沒有那個 10Mbps的話 那你就是我的錯 你可以來找我 那就是因為我們在台灣 是蠻得天土厚的 歐盟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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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 你實在不太找得到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每個月 四軍吃肉包 只要不到20 歐盟也好 這真的是蠻罕見的 雖然 就是 所以當然也造成 它的一些別的問題 例如像我們這邊 病毒時的影音 特別容易流傳 但是 加起來算是件好事 但是在別的地方 就不是這樣 他們可能網路平常很貴 他們可能是因為是 小老婆 或者是被無敵 所住的國家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很容易的去 offercome在地的人 還有一些頻繁 所以像偶爾這樣子的工具 就比較難 在他們那邊去 那邊去使用 那我們通常 針對這種方式 我們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說 像我們之前 在跟葡萄牙合作的時候 他們實在都入了錢 他們要做參與區預算 就像剛剛那樣子 問大家說 預算應該怎麼化比較好 但是可能很多 可以像那個人 是沒有那樣子的 聯網設備的 所以他們就運用了 自動提款機 因為自動提款機 可以用 做生理念生的工作 所以你就會 把提款卡放進去 那你看 你提款存款之外 然後你就會有個 選項出來 就是問你對於 預算的想法 那所以就直接運用這種 非網際網路的方法 去進行 服務的提供 那還有另外一個也是 蠻有名的 就是 就是叫做Google 專線 就是 它 我忘記是南北州 哪個國家 找一下應該可以找得到 它就是 區分Google合作 然後讓那些 只有最 最普通的 2G網路的人 甚至只有 世話的人 可以達到一支 免費的專線 然後那個免費的專線 就是聽它的語音 然後把它轉成Google 可以聽得懂的 所需引擎的東西 然後把錢 兩三筆的那個 結果念給它 所以就是說 在沒有網際網路的地方 我們透過這樣子 橋接的方式 多多少少也可以做到 一個程度 那這是通常我們的 第一個回答 那第二個回答是說 因為我們有很多廣告 它的對外的頻款有限 但它對內的頻款 是很充足的 這個情況也是非常常見 那這樣的話 我們通常就會推薦它用一些 我們叫做 就是 self-hosted 就是你可以自己架的一些軟體 那其實 police就是一個self-hosted 它可以自己架在任何地方 那我在剛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我也是 自己帶了一套 self-hosted的軟體進來 它叫做 sandstorm 就是我們中文翻成殺劇雲 所以 可以看到我是sponsor 但是這一套的好處是說 它是有過過資安處的認證 然後有 我們花了六個月的時間 請外界的一些白帽駭客來打 然後他們打了六個月之後 覺得說 這真的是非常安全的一套系統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用這個架了非常多 我們在行政院裡面 或者任何公務同仁 他只要 Email後面是go1.tw 就可以使用的系統 而且上面的應用程式 都可以自己寫 意思就是說 你不用去擔心資安 或者認證 或是你中心 就可以很容易的去 共享試算表 共享連結 共享共筆 共享工作清單 等等這些工作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完全把它當作 googleapps 那樣子來使用 我們最常用的就是 拿來聽便當 所以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歡迎外交部的信賴 我們當然是 沒有了 就是要吃便當 然後 對 那但是因為我在到現在時差 所以 那一餐就沒有吃午餐 自動代入我的名稱等等 我們把寫正院附近 八十塊左右的那個 都拍過一遍 而且還有五十來嘛 之類的 所以 這就是要告訴我們 就任何人想到一個 idea 他就可以自己很容易寫出一套 在資產上面沒有問題的 application去給所有的 辦公室的同仁們使用 那 因為我的辦公室的組成 比較奇怪一點 就是 我是在原本部 但是我的同仁 每一個都可以是從別的部會 調過來 當時我們 跟院長的約定 就是說 我做每個部會 不會調超過一個人 所以 技術上我們有三十二個同事 當然目前只有二十二個 但是不會如何 就是 來我們辦公室 我不會 幫大家打考級 或怎麼樣 就是任何人 每個人考級都自己打 但是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說 唯一的要求就是說 就是 大家work out out 就是大家 手上在做的任何工作 都必須要實際的 攤在這個看板裡面 就像travel 那有人用過 看板上面給所有其他的 部會的人看到 然後找到中間的signature 就是找到中間 可以一起創作的一些部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最重要的注意 就是在做 加拿大的開放政府 夥伴關係 我們 什麼時候拿到院長的同意啊 國發會的同意啊 外交部的同意啊 等等 一切都是公開在這邊 然後讓所有的同仁 可以一起來協同工作 那所以 這樣子的螢幕系統 其實它完全沒有用到 出國的螢幕 因為它完全是在 政府國發會的機房裡面 所以當我們區域 任何一個友邦 可能San Vinson 或什麼之類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 demo這條系統 然後說 你所有這些工作 都可以包含視訊等等 都可以在自己的內部 網路裡面做到 那只有自己小數的部分 你真的需要拖到 推特過程上面的時候 你再用那個臉外網路 但是絕大部分的 生產力的工具 你都可以用這個 內部網路去做到 那這個很多我們的友邦 就是特別是小道國家 這個方面的幫助 也是相當大的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這裡面 去運行這樣子的 一通系統 所以我想這個數位落差 確實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去 把就是 往進往路 轉移到非往進往路的方式 那以及就是 還是往進往路 但是是不需要對外交版 不需要到雲端再回來 這樣一個方式 就所謂私有雲 在這樣的方式 去進行部署 那一定程度上面 就可以mitigate到一個程度 有發表人們想知道說 外交人要如何利用 數位外交 來強化和住在國的關係 以及如何用數位外交 來加入國際組織 這些兩個都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其實在外館 從我剛進來2006年 年底的時候 就那時候我在外交部 有一次分享 就強烈建議我們外交部 設立Twitter 那到現在 Twitter已經是 就是遍地開放 那而且我覺得 這邊真的要特別 稱讚一下我們的部長 就是Joseph 那他真的是蠻厲害的 就是 不但這個就是 撿到牆的狀態非常的 對 像這次的一次也是蠻 蠻撿到牆的對不對 真的是蠻撿到牆的 而且其實他也 就是跟外館之間 都有非常好的配合 那我在這裡 為什麼特別把Joseph 這個 Highlight一下 就是說 他就是有一個 我們叫Cersonal Touch 就是只要他是 請求寫的Tweet 他後面都會 券JW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是部長本人 而不是他的小便 撿到牆 那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很 很 有效的去 就是 Tag 或者是去用 共同的Hashtag 去讓 所有住在館的 其他的地方的小便 有很多 共同能夠 使用的一些Hashtag 可以用 像我們最常使用的 Hashtag 之一了 就是 Taren Can't Help 那 Taren Can't Help 剛剛已經提了嘛 就是我 不但寫在名片上 也穿在身上 也這個 任何地方都使用 那第二點到 其實是 當時 應該是 WHN的時候 做出來的一個說 台灣在醫藥上面 可以幫助全世界的忙 那所以應該可以看 更多幫忙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台灣不只是在醫藥上面 台灣在各式各樣子的 所有事情上面 都可以幫助全世界的忙 那所以 這是一個特點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 住在國的小便的話 那你的工作其實 因為現在外交部長 帶頭發這些材料 所以你工作 向行之下變得比較容易 就是 你只需要去 告訴在地的人 他們關心的那一個 Hashtag 或那個連結 跟我們部長發的這個東西 有什麼聯繫的話 你不用從頭 做出一個東西 我去各個 住在國的小便 他們最怕的 就是要自己 從頭聲明出來 那因為通常這種東西 要簽個三層之類的 然後市銷就已經過了 那但是呢 大部分的小便 都是有很明確的指示 所以如果是 我們的就是 模仿的Twitter的話 你如果指示轉推的話 你是不需要簽合的 或者不太需要簽合 可能只要簽一層 那所以 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我們就 一方面就是跟國內這邊 就是不斷地去看說 在最新的 就是你所關心的 這個像台灣Hashtag 裡面 其他的外觀 或者是國內這邊 郭傳思這邊 到底最近 你有哪些大腦包 又做出來了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那你去找 那你在地的 Trainning的Hashtag 是什麼 然後你盡可能 去把那個東西 跟我們手上這個東西 聯繫出來 那這個大概就可以 Cover相當多的 就是爭取在地的 民眾支持的 這樣子一個工作 那我 因為都覺得 你的意思好像不太好 我再握取一個自己的例子 好了 當時我記得 我記得是前幾個月吧 我剛好去日本 然後 看一下 有一個叫做 推特吃的活動 在場裡面 有人知道推特吃這個活動 沒有 好 那太好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推特吃的這個活動 推特吃是 推特上面台灣人發起的一個活動 那它的做法 大概就是 就是每個禮拜 會大家流行吃某種東西 然後 吃的過程裡面 這個就會分享 這樣子的東西 去給大家知道 那 所以當時我在日本嘛 所以 推特吃當然要應景 那那個禮拜 推特吃的題目叫做 有柔軟的幸福 所以就是要吃一些軟的東西 所以 就是要吃一些軟的東西 好不好 對 那所以就 就 就這樣 那 所以 當時這個 我就跟外交戶的小編 我的 就像我的名片一樣 我的推特其實 外交戶的小編 也是有那個 區段承受的那個權力 所以 所以 你看這個 其實是蠻有效的 就直接在這個日本的Yahoo 這份上面 這個 直接就出現 然後其實 retweet也好 like也好 其實數量是蠻大的 那 而且 我其實只做了一些非常簡單的事情 就是 拿了一包輔導的獅子 然後 然後說很好吃 就這樣 你看 三秒鐘 對 然後 開始就是那個 就是很好吃 對 那 但是這個馬上就 就上他們養貨了 那 當然 這後面有很多原因 應該都很了解 對 但是就是說 這樣子的 它不但是 呼應了就是 我們這邊的 台灣人 因為我吃的時候 剛好是三一一的 週年的前一天 那所以 我的那個 切入的安葛是 幫助 就是受災病的 複醒啊 重振啊 什麼之類的 就像安倍每年都要吃 像是一樣的道理 對 然後 但是這個真的 真的很好吃 所以 它又是在東京的 超市買的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軟性的 一個素材 然後 它的響應的這個活動 又是一個台灣自發 本來就會有的活動 所以這幾個加在一起 就是說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台灣的元素 但是又有幫助 再去出行的這個成分在 那 從他們的角度看起來 他們是非常的感謝 因為 其實他們想到三年 就會想到台灣忙了多少忙 等等 所以這個在他們方面 就是一個很正向的連結 那當然就很容易去爭取 他們那邊的一個支持 但我並不是 住日本 就只是 去日本的時候 吃一下而已 那 那時候我是跟 我小便說 就是我是不是應該在 就是四線食品 因為四線其實沒有 沒有那麼受災 但是就被拖下水 對 但是當時小便就說 你沒有聽到 吃出來被吃的那個東西 所以就是說 其實 其實確實我後來想一想是 因為 這個受災地的這個 概念在服裝是最強的 所以 我如果吃服裝的東西 那確實對我來講 這個 就是所謂滿實力的 那個送暖的部分 也會特別的強 比起我去吃旁邊的 隨便什麼自成利物 什麼的 要用來的 有個價值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Visualness的一個體現 那在場 當然就是 Twitter上 就是 呼籌會有可能問說 那台灣難道沒有獅子嗎 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一回台灣 就要馬上吃新竹食品 然後推薦新竹 跟嘉義的獅子 給日本 但這也是一種外交 所以這是 其中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那第二個問題的回答 就是說 如果說外交來 加入國際組織 其實很多國際組織 現在都有 都有線上參與的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你人不能到的話 你用視訊到也是一樣的 那 特別是像 聯合國的周邊組織 或聯合國本身 它常常 那個組織本身 並沒有一聽說 他們不能參加 但因為它選那個場地 就是一萬 建築 所以進去就是要查五兆 那所以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習慣 其實那一次開機器人區 去 Geneva 我本來也沒有發行文告 本來也是很低調 根本 對我來講 那就是 之前也這樣做 之後也這樣做 其實因為剛好那一場 要直播 然後就被媒體知道了 所以就 對不對 就會需要處理一下 但是 那也不是壞事了 至少要大家知道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辦法 那所以透過這種視訊也好 或者是 分身機器人也好 或什麼也好 實際參與國際組織 我目前操作了大概 快要上百次了 那 大概 就是每個禮拜都有 四五場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對我來講 是系統平常的事情 而且 我通常就是 寫信過去說 能不能開機器人的時候 用的都是 節能減碳這個理由 就是因為 飛行飛過去 要調時差 大概就會產生探塑機 那現在國際上面 很簡單的是最好的話題之一 所以 而且尤其又是聯合國想觀人 所以 當然就是都非常吃這一套 那 對 所以我實際去大概就只有三兩種注意 第一個是所謂的No surprise 就是 一定要讓那一場會議的出席 很明確的知道 我們要讓這樣子的方法出席 而且我們不是為了國版面 我們在討論的東西 就是這件事情本身 不是要炒作 就是No surprise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在討論的那個主題 基本上 我只要在聯合國相關 或者甚至跟聯合國無關的活動 我的主題都一定是 把自己空間在那個 169項能去發展的標誌 那這個的好處是說 我們只要打這個情號 就是 永續發言無聊真的情號 基本上 它就沒有辦法 被政治化 因為當年 能夠被政治化的 都已經從這事情 打來169項裡面都閃光了 所以有留下來的就是 大家都統一在2030年 就是要做到這些事情 所以不管從任何角度來看 像我當時去日內瓦的時候 講的是 Mon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for access to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那你只要講得出 我就是在講SDG 17.6 那即使有人要抗議 那主席也可以說 We're talking about policy and politics 因為很明確的SDG 可以去扣核它 所以這禮拜 六十九個 不是要大家都要背下來了 但是 就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只要能夠扣核的話 別人就沒有解渴 因為PLC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都統一在2030年 然後達成這禮拜 就是有個 永續發展的目標 所以就是你同樣的題目 就讓他沒有解渴 那所以除了no surprise 跟這個題目 要刻度永續發展目標之外 第三個也很重要 就是說 實際去執行這個操作的朋友 你必須給他一個很明確的 就是說他的身份 好比像說 我們通常都是請私部門 或者社會部門的朋友 他可能是台灣人 可以進得去 那或者是說 即使是你找有方 或者不是有方 只是裡面相信國家等等 那他的責任是什麼 你都要跟他事先講得很清楚 我通常的講法就是說 你就是拿一個假具 然後假住你旁邊的一個椅子 然後上面放一個12寸的iPad 然後有人放眼的時候 幫我轉一下椅子就好了 這個是最簡單的 然後所有的用具 在當地一定都買得到 但是他就不會覺得說 他好像要為了你這個 而去多化相互為神的 那這件事情 如果他為了communicate 就是說 他不會因為幫你做這件事情 去消耗掉他的外交 或政治上面的資本 那他部分人都會認 但是如果你把它弄成 是說好像 因為幫你的整個忙 就是 他就是 Do your huge favor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比較難去找到 能夠很持續的這樣子做的人 所以通常我們都是 就是no surprise SDG 然後第三個就是 minimize他的負擔 那這三個都做得到的情況下 其實現在很容易 所以我們現在在各個外館的朋友 都已經很熟悉說 就是他方式太容易召喚的 就是你這樣 就是找到一個好的體驗 或怎麼樣 那只要跟就是 在場的不管有幫 還是理念相信國家的朋友 很強好 那反正我的Skype Skype 這些東西的 就是去外館處的人都有 那所以任何時候 我們就要告訴我 今天起床在哪裡出現 我就會在哪裡出現 所以這個現在已經是就是 就是我們不會特別去大張情侶宣揚 但是大概就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他真的是有問題系的話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都跟大會秘書處說 幾天起床會出現的話 嗯 幾天起床的PRC 就絕對不會出現 因為對他們來講 其實就是 不能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場合出現的話 他就必須要把我們趕走 我們趕不走他就要退席 這個答案也都很了解 那但是因為就是 放露營的這件事情 他沒有辦法趕走 所以他就乾脆不出現 那可能到外面去說 這是我們的模範上 在這個分享經驗 你也不用去跟他吵 所以無論如何就是 這是一個算是一個truth 就是一個 就是彼此之間 就是知道 就是沒有辦法奈我們和 所以就現在這樣吧 就這樣一件事情 有發的朋友問說 公務員發文通話 經過內部的批核 如此是否跟初衛微笑的精神 就是快速反應 向議員吸引心不符合 然後的問題 這其實是有辦法的 就是說 你可以去找專業的工方公司 或者是行銷公司 然後一次先幫你做好 就是 不是表情包 發文包 就是可能一次做好100個 你可以用的訊息 然後包含hashtag 什麼都想好 然後呢你一次讓你的長官 先拼這100個 就是每一個他看過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嘛 或者他覺得裡面10個有問題 那你絕對有90個下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那接下來你這個 就有一個運用嘛 你只要你碰到 你就丟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 預先批自清合 在我們的實際的經驗裡面 是最容易的 就是長官也會想要看到說 不要有超出我的預期的東西 可是這些東西 你要在什麼時機使用 大部分長官是不會care的 因為只要它的內容是ok的就好了 那所以 我們其實有很多政策 或者很多對外的 它其實已經有現成的 像問答集 或者是一些現成的材料 在網路上面 那所以 基本上你都很容易的 跟你的組長談到說 如果是 在問答集上 已經有的 它網域是GOBTW 我模仿GOBTW的 或者是 之前已經預先簽合過的 那我在運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錢 那這個是 我覺得 目前我們看過非常多模式 其實這個當然是 雙方都 最 comfortable 的一個模式 那所以 很推薦大家使用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一些 剪刀牆的一些東西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 就是 獲得長官的簽合的話 那其實 最簡單的方式 是你就是 你回去翻 外交部長的Twitter 或者是 就是其他的 大的管束的Twitter 然後發現說 或者Facebook 然後發現說 真的有 就是你需要的那法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直接轉推就好 你不需要用自己的 住處的名利去發 就是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剪刀牆的 為教部長 這樣 那這樣子的程度上 大部分時候 也不需要續簽 因為誰敢續簽的 為教部長 對不對 那隨著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多多少少 累積一些 一些素材出來 那當然 這邊當然 大概只能cover 可能起程的狀況 剩下還有餐生的狀況 是需要臨機應變的 那我自己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臨機應變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盡量的使用 不一定是我們的外交部的 但是是網路上的 既有的現有的素材 那比方說一些動畫 或者是一些現有的網路上的流行語 或者這些東西 你這樣做的盡可能是code 而不是自己的original content 那這個就比較容易 就是 當你code的時候 你欠一層的時候 他是看這個code 符不符合 但是如果你是original content 像我剛剛的那個影片的話 那個還好是只有五秒鐘 就是如果你是小便 然後你差不多五秒鐘 那你的長官大概是 直接只能跟你說 拿那邊表情 可能要重新錄一下之類 但是如果你做了一個 一分鐘的東西 後面寫了五百字 那這樣子 那能夠改的地方可多了 那所以可能就是 前來一個月還在 一半二會不會改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的訊息越短 那一個retreat 當然是最短的 那基本上長官就 越沒有錢的空間 他就只有告訴你可以 或不可以而已 那這樣也剩下一個時間 也剩下一個時間 但是如果是一個 很長的訊息的話 這個就比較困難 所以大概就是 to the point 然後盡可能的減短 我想就可以達到 其中一部分的faring的速度 那最後一位朋友問說 中國出入外交易 是否做得比台灣好 至於量多勢的話 他們會如何贏過他們 他們事實上 很多都是外包 就是當地的媒體 或者是公安公司 他們自己的大部分 都還是在對內 他們有很多的 就是 哪個叫什麼 他們相當於他們的法國股 這些都會去申請一些 微博帳號 然後確實也有相當好的操作 但是大部分都是對內的 那可能主要原因是 因為他們對外 比較翻牆 就是比較比較累 然後 而且也比較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一個 就是跟住在國的一個 文化上面的一個相同的 對他們來講 其實大部分 還是去宣揚他們的 就是像一旦一路網 這樣子的一些 大的戰略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 工作的層級 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從我們的 住在國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非常引火的 用 precision targeting 或者是用一些 hashtag 或什麼東西 快速的去進行反應 讓對方知道說 我們是同一國的 就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just like us 就是文化上面 可能是非常相近 那但是這一點 P&C 就很難用一樣的方式 去進行操作 他們就是 比較是pop down的 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 很難去放在 同一套線上面去相比 我們也比較 不需要用它 人的方法來做 但他們用的方法 可能要待比較久 所以我覺得 倒不需要放在 同一個判準上面去相比 那至於在直的方面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 很多的素材 像我們 為了他們可以幫助 拍的那些短片 或者是 甚至是 我們透過其他 新的建設 像我們與二的距離 這種東西 就分一看其實 輸出的那個值 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覺得 我們主要的挑戰 只是說 我們怎麼樣 從就是 一個內效的 就是我們 大家都同一成 很棒的一個訊息 看到有一個 很棒的訊息 到外銷就是在 對方的那個社群 或對方的那個 target audience 他也會覺得relevant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 我們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做的事情 不過反正嘗試 錯誤多幾次也 不會怎麼樣 有八二朋友 想知道說 作為一名外交人員 新兵 要如何增進自己的技能 與從去做的外交 其實我覺得 不需要什麼都自己做 那像我自己在PITES 就是我們 就是公共數位 創新空間 大家大概都知道 我是政委自在廠商 政委自在小編 就是說 如果需要的話 我是可以 從頭做到尾 就是包含錄影 上字幕 然後做各種文案 planning 然後 之類之類 大概都可以自己做完 那但是 我能夠自己勝負不了 是我都自己做 相反的我會 可能就是做一兩次 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是我去DC的時候 做的一個示範 那這個真的是 完全是我自己做的 因為當時DC的工人 想要這樣說 如果要拍這種 推特商店 這樣半分鐘的小短片的話 大概要這樣做 那這個用的軟體 也是非常簡單 叫做Adobe Fuse 不是Fuse Adobe Rush 因為這個就是 為什麼叫Rush 就是尷尬的意思 它可以讓你 它們要吃兩分半鐘的影片 那如果你有 像iPad或者是 一條好的電腦的話 每天大概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剪出這樣子 一部片子來 所以它叫Rush 就是因為 就是你好看告 像我 在這邊 基本上 就是把 當地大家拍的一些照片 然後 我在 就是 就是 他們 議會那邊 然後 把我 之前的一些 最想告的一些素材 給大家講一下 然後再配上 現在所謂 它字幕時代的 這個大的中文字 跟用字 那大概目的就是說 希望大家 在滑退退的時候 就算沒有拍聲音 大部分都是沒有拍聲音 或者是只看中文 或只看中文 或只看中文 它也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可能15秒 就覺得說這件事情 跟它是有關係的 那如果你能夠抓住 那15秒的注意 大概就已經贏了 因為它一定可以看完兩分半 就是兩分半真的很短 所以就是你 如果15秒覺得有意思 那你就不會 不會花朵取账 那所以 這個就是應 這個華府的 有相當多住華府的人 這個 右下角裡面 應該是目前的小便 的要求 然後去拍出來 那所以 我想 這裡面就是說 當你這樣子拍過一次之後 大部分的事情 就可以去交給外貿的廠商 或者是交給小便的助手團隊們 或者是一些營運人員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做這些東西 你需要的只是這個品味而已 就是說 你可以告訴它很明確說 我要傳遞的Message是這個 那你用你的專業做出 什麼東西來 但是我希望你看起來 跟這樣子的東西比較像 那 從專業營運人員角度來看 其實這是他們最喜歡的一種Spec 對不對 做設計師最不喜歡 背和主推 無由自告 就是 因為沒有人想要 就是餐飲才像什麼 那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就說 那就像這樣子就好了 那或者像是 就是 你就可以給它看 你覺得最好的 然後就說 就是往這個方向去拍 那這裡當然有一些 如果是專業營運人員 製作人員 一看就說 那這個Spec是這樣的 好不像說這是方形的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都太方形的 雖然因為Instagram很流行之外 那主要的原因 也是因為手機 哪隻的跟哪些人都有 那你太方形了 你不需要特別去轉他的手機 反正這裡面有一些東西 那但是 如果你這樣子做出一次 然後你的外報廠商也 充分的了解的話 那你大概需要做的 就只是 幫他 把這個字幕裡面的主群 去做設定 然後給他一大堆素材 那其他當然也都不需要自己做 所以 就是說 自己掌握這裡面的幾個 可能都是Adobe出的 軟體的基礎使用能力 這個還是很重要 尤其是 如果到最後 你就發現說 你就是 外國人一下單 然後你就是要改裡面 三個字的時候 那這個 我想還是需要知道 那但是第二個 是說 也是要知道 然後怎麼樣 然後說 跟這些項目的這些素材 幫我去做出這些編輯的時候 如果用他們的語言去溝通 所以不管是文案或這些音音 或者是這些其他的 就是 Multimedia 多媒體的一些form 那多跟這些 設計人員 跟音樂人員 混合 然後大概知道 他們就是 行話是哪些 怎麼樣去聊順 那些效果 那大概到這樣子 就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 那需要的其實比較是一個 generalist 就是一個 一般性的大概都要了解 但是不需要 非常去精通到說 我今天要挑什麼字型啊 或者是那個呈現 比例要多少啊 可能不需要做那麼行 但是就是要有基本的評會 那 有朋友們想要問說 多數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候 絕對不是想碰太陽的議題 大家都是想要看到 就是吃獅子吃得很高興啊之類的 那說了為 那甚至是 做幾個國家的特定族群 比如教育程度教導 或者是工作者 其實其實我不這麼覺得 因為 其實大家在滑 Facebook 或者是 或者是 在看這種線上的 東西的時候 確實大部分就是要打發時間 就是有一些消遣 那所以 只要你有等 其實 他並不會去排斥那個 政治性很高的那個部分 那像我們 蘇昌院長上來之後 大家可能都知道說 他怎麼用 晃新聞的那種方式啊 用語音合成念政績啊 或者是說 這個會 就是 劉士免是在 他的副院長這個 直播還原的時候 這個 就是 就是在那個底下 留一些 就是 你什麼 你拉費一秒鐘 什麼全台灣拉費五萬秒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 那個的留言啊 對 就是很立刻的留言 或者是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 副院長也相當厲害 你看啊 這個 牛肉在哪裡 牛肉在我肚子 你已經被同色好運 成效命造 遮負成神器抱枕 好 那所以就是 反正 你就大概看一下 他被委最多的 大概是什麼 其實我們現在 也都是在做編學 然後就可以看到說 只要有貓 大概就會翻費 所以 如果你一開始 還不是很 就是確定要怎麼操作 那你就這樣 然後我就沒有錯 好 不是真的啊 因為大家在滑 滑的時候 大概就是要數一數牙 那你加一隻貓 就是最數牙的 這個 事實上是 MIT Media代表 做研究 就是放可愛的小孩 放嬰兒 放什麼什麼東西 那但是就是 他的就是 轉推的幾率 還是沒有貓多 貓是就是 一月明天月這樣 所以就是 反正就是 放貓多就沒有錯 好 那所以總之 你可以就是 稍微 study 一下 其他人是 怎麼做 議題的軟化 就是他講的 還是可以是很硬的議題 但是你可以 透過一些 就是 這個髮毛的圖片 或者像 最近那個 全球原理日 然後這個 Made at Force 等等的這些 這些 然後 你在講的其實還是 非常嚴肅的事情 那這一點我覺得 我們目前 總統小平安是 做得滿好的 好 然後 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怎麼樣去把這個議題 去 去進行軟化 所以大概就這樣 有些人會問說 是不是贊成政府編列預算 成立網軍執行政策 所以我想先把網軍這個 曲片一下 我自己 2014年前 聽到網軍的時候 我想到 都是自從電軍 就是 真的是去做 就是Cyber Space 攻擊防守 這些部分 但自從2014年 那次選舉 成功網軍這個字 就變成 就是水軍的意思 就是變成在 就是網路上洗風箱的 這個公關任務 對 就是公關操作的意思 那所以 因為這兩個意思目前並存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位要問的是什麼 那 我想 我猜是後面的 那目前 我們在就是 行政院裡面 確實是有 專門的每個部會 都有一個編制 那這個編制是 我們就是 所謂的 假訊型成親的 那個編制 那目前 Glust Fire的人 對各部會的要求 是向內政部看齊 就是每一次有 謠言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要 在60分鐘裡面 做出至少 跟這個謠言的梗 一樣好玩的回應 那 能夠讓它的 磕玻璃 能夠比那個謠言 至少不差 那如果你在60分鐘之內 做出來的話 那Chances are 因為行政院自己的管道 是很多的 Chances are 就是大部分的人 會先看到你的神經 再看到你的謠言 那這個情況 就好像預防接種 流感預防接種一樣 只要你人數 人口數裡面 有一定的趴數 預防接種 那流感就不會流行 這個應該是 流行病學的常識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 就是說 我們並不一定是 去跟那個謠言 去進行控制 或者進行談判 或怎麼樣 其實是不可能 你們都在談判 但是我們就是去 在它真正大爆發大流行之前 去做一個相同有根的東西 然後去跟它去對抗 那通常對抗的方法 就是讓它宣傳到受傷 就是還沒有看到 表演的這些人 那這個 在之前的理性的意思 像那個文旦之亂 等等裡面 大概都可以看到一些效果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當然也會有人去檢視說 農委會到底 就是花了多少錢 所以才能夠做出這種快速的反應 那確實也蠻多錢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有必要的 就是說第一個 就是反向操作的主控官 在投入的預算 其實比我們很多 那我們的唯一的優勢 是我們是地零一首報道 就是我們不需要等記者報道 我們自己手上 就有完整的政策的資訊 那所以我們搶這個事效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需要掌管前個四層 然後你過了六十小時 再回應的話 那你就不要回應好了 因為所有人都已經傳來個謠言 傳來不可開交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即時反應 它只要是立即在 還是事實 你的傳遞本身 是to the point 你不是即使是撿到牆 你不是自己在散播或是的訊息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人民納學金的良好的利用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目前這個時代 是完全必要的事情 那像我自己 我在Facebook上面註冊的帳號 甚至不是一個page 不是一個專頁 我是一個code file 那所以就是我只是一個個人 當時臉書 給我來勾勾的時候 問我說為什麼不成立一個專頁 那我就說你們就是 Mark Zuckerberg也是一個個人 為什麼要成立一個專頁 那那個更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第一時間 甚至很多各大包的新聞 只要就是關於我的新聞 也不實質處什麼東西 我馬上就能請下推文 那這樣子的話 從大家網民的角度來看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快速成新 最簡單的一個方法 不但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一通email 或者一個思緒 就找不到我 甚至就是在這種公開交代 提到唐楓的兒子 莫名其妙就會被唐楓回應 今天好像才 才有一次這樣子的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為什麼第一個是輔導的老師的視頻 我不想找到這個 所以真的好推的這個視頻 這個傳播力是很高的 所以像這個 我們有一個Facebook page 叫做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 然後再講的是 我在推的這套跨路會的開放政府協作的一個方法 然後就有一位朋友們留言說 沒有看過計程 想要改造 就想要質疲關係來看 我來引導一下 是一則笑話 然後大概十分鐘不到 我就直接回應說 盡道同意 所以因為我一直在做計程工作 現在也都有 政委自在廠商 政委自在小便 以及政委自在顧問的這種說法 好 那這個其實給網民的 就是網路上的朋友的衝擊力是 很尬的 所以等一下就會一串 竟然被我臉掉到 而且我並沒有去嗆 我盡了同意 我只是分享說 整天還在做新的工作而已 所以那位朋友馬上就會被俯 然後說是佩服等等 但你可以想像說 同樣的效果 如果不是10分鐘 我若是10個小時之後 其實就沒有效果 因为对她的角度来看 她们是在做别的事情 就是不是同一个动作 我也要是同一个动作 就是她做这件事情 她还来不及做下一件事情 莫名其妙她们就跑出来了 这个时候才会有最大的 就是在心理上面去让她 觉得说 可能事情不是我讲的这样 就长一种保障的一种能力 那所以 当然这个讲下去可以讲很多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说 要有一个即时回应的方式 并且在即时回应的时候 是authentic 就是很personal 就是像是 就在发推特 看自己签JWE 就是让她觉得说 不是小编 而是这个Ban人 那甚至在FB上之前 也很多人去质疑 说那一定是唐红的小编 留言吧 一定不是唐红本人吧 那我每次看到这个质疑 我就会很快地用我的 LineCloud 或者用这个iPad 拍一个五秒钟左右的短片 然后把它的质疑念出来 那我这样子做了三四次 全部就没有人质疑了 其实就是 其实很有笑的 那这个非常应景的 下一个问题就是 史伦可能问说 政治网红化的看法 要执行数位外交 是不是也需要说 网红是那种做法 其实不会的啦 就是说 网红化是 大概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那但是我觉得网红 并不是说 像我的一个平常跟你讲话 是一种方式 然后去网络上换一个人格 这个就做不久 我们看过很多 网红化公司 试着把 就是致命人士 可能还不一定是官员 就是打扮成在网路上面的某个人格 那很多是就专业的网红公司 可是大概都很难维持了很久 因为他这个人就不是这样的人 那而且他到某一个程度上面 就会开始出现口战 我就不讲这样 但是无论如何 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如果接下来 就是你接到的任务 是把你的首长 或者把你的住处大使 网红化的话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他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不需要特别去打扮他 或者不需要特别去 让他变成他不是的人 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就是证悟的 或者是失误的一些位置 他一定是有一些 他个人的人格特质嘛 外交也是建立在长期的关系上 可以了解你的人格特质 所以你要做的是 透过网路怎么样 放大这个人格特质 并且让这个人格特质 被别人所了解 而不是在上面去放一些 就是不必要的人格特质 那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经济部部长 学生金 那他是非常非常不干事 而且脑里可以放非常非常多数字 而且就是真的是政策控 然后对非常多事情 非常多了解 那但是他基本上 在mitee上面 的互动性是就是比较低的 我是讲的比较客气 对 就是说 对 那但是 就是说你如果去看 经济部部小编 怎么样就是 就是包装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说 他其实是去他的强项 然后但是不勉强 他做他的弱散 那但是 不会要他一定去做一些 他不擅长的东西 那就跟内政部小编 对我们去国用部长做的事情 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去赛讨 去国用部长 就是快速报政策的那种 接近脱口秀的那种能力 所以 就是说每个部份 我们现在就测试 就是说他的手上 是什么性格 我们就用那个性格来设定 那个部位的对外的性格 只有这样子 那个影片才会看起来很自然 然后才会看起来无不造作 那所以这个我想还是网红啊 并没有错 但是并不是说 你就一定要去 去学某个知识型网红 或者去学某个卖东西的网红 或者去学其他网红 那个是一定不合格 那而是说就是把你实际上 这个原始怎么样去进行包装 去进行放大 有关的朋友们问说 哪一国有特别成功 或者是令我特别印象深刻的 数位外交的一个方案 我想爱沙尼亚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大概很多人都会提爱沙尼亚的例子 爱沙尼亚它有一个很厉害的概念 叫做E-Residency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 E-Residency 它起码就是一张卡 然后呢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 然后但是它必须要到爱沙尼亚的使馆 或者是它之前跟首尔等等 一些就是也有签一些合作 但总之就是你需要去那个地方 然后去做人别验证 但做人别验证的时候 它就发一张 类似我们外国人自然评证给你 然后你拿到这张之后 你就可以在爱沙尼亚 可能去进行就是开公司啊 开户啊 然后去做很多这个文件交换啊 电子线帐啊等等的这些工作 那这些工作 因为它是欧盟的一部分嘛 所以它就是让外国人 有一个很容易接触进欧盟的一个方法 那但是呢 其实大部分人就是拿到这张E-Residency 之后呢 也不会就是一直去开公司什么 但是你拿到就会想要宣传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拿了E-Residency 之后就开始说爱沙尼亚 多少多少 然后爱沙尼亚 这个电子化成很多的 做得多么彻底 所有事情都被网路办理 关于投票 唯一需要领会办理的就只有结婚 跟离婚跟来房子土地 除了就是这三种之外 其他事情都被网路办理 那这些都是他们想要打造的裸体形象 等于当你申请了E-Residency之后 无形之中就产生了一种认真感 因为它就叫E-Residency嘛 你就有一种 我是居住在那边的居民的感觉 虽然其实不是 那但是就是总会有一种 予有荣誉的感觉 所以它可以说是以极低的成本 然后它其实真的只是发一种赞人凭证 我们也发过外国赞人凭证嘛 但是它以极低的成本就出现了整批 所以会把埃莎尼亚所谓的 总化政府的这个形象 在全世界去散播 其实它对于大概都是一些 领域领袖 那这些东西其实它是 等于是最少花费吧 但是达到最大的灌关效果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 去研究的一个题目 有九位朋友们问说 即时回应是不是会延长 继承人员的工时 以及增加工作的压力 这个要看 即时回应的成本是多少 好比像如果你都是预签的 就是罐头回应嘛 那你回应的时候不用再签的话 那其实这没有什么压力可言 甚至写一个chapbot 就可以做得到 但是如果每一个都需要再签的话 当然来来回应就等于 好像永远都没有下那个时间 这个也是真的 那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首先就是我 其实这次去DC 我有跟他们的朋友分享 就是说 其实我当时在进行政院的时候 我是有经过劳务协商的 那劳务协商三个条件的 第一个就是我在哪里工作都算工作 那就是所谓的就是远去上班 媒体的报程在家上班 那我记录都没有在家 但那个人远去上班 那为什么有这个是因为 人事行政宗说的在喊 那那个喊 可能之后还可以调出来给大家 那另外那个感受很好用的 就是说 任何人的 公务员的工作 只要跟网记网路有关 就不受工作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那意思就是说 你就可以跟那个就是 长官抄 说 那我就是只有礼拜一才进来 礼拜一或礼拜四才进来 或者是我 每个礼拜进来的时间就这样子 那其他的我就陪下办公 等等 就是说 我当时就是这样子 那我这样子谈完之后 我办公室的所有人 也都获得一样的权利 因为 其实那个还只要长官和客 就可以了 所以我办公室就形成一种 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因为我到新建议结果发现说 长官如果不下班 大家都不敢下班 就是很遗憾 那我在民进企业的时候 都不是这样 那所以 所以我就养成一个 我五点一定走人 到六点这个 你绝对看不到 我的这个习惯 但其实那时候 我在跟他一起工作 因为反对了线上 对 那所以 我们办公室后来 就大家都非常非常早下班 有时候 我偶尔处理事情到七点 就办公室就稍微一个人 这样 所以就是 我们 尤其是外交部 掉过来的人 都非常的不习惯 而且你看起来 会有种罪恶感 哈哈哈哈 有时候六天下 那我总是 让你亏待回家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如果你要即时回应 那你的前提是要有余裕啊 尤其是那个 即时回应 需要创造你的时候 那如果你不是留下一段余裕 而是把人就是 长达十二一小时 关在就是 旁边里的话 你不可能有那个创意 去做即时回应 所以就是一个 就是你要的是即时回应的时候 或者是真正的创意 还是你要的是 就是长官 所以是都要看得到 有人在旁边就觉得很安全之类的 那 因为我 我基本上都是在线上 刚刚大家已经看到 我们这是一个线上的开办 我们还有线上的聊天室之类的 所以 其实我只要看一下 哪些人量力 但我马上就知道 现在哪些 那些同伴在线上 其实我完全不需要去浪费时间 去check他们的行踪之类的 所以 其实对我来讲 我从协定安全感 这样子就已经获得了 所以我其实 就是不需要靠 其实大家都坐在作用上面 让我巡视 来获得这种安全感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大家的工作压力都比较少 那在这个前提底下 我们又不再需要签论的情况 那我就等于授权 我的同伴 让他们读取自走的话 然后就回一下 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是并没有 增加他们的工作压力的 所以 就是我也想想很多前提条件 那如果都满足的话 我觉得这样其实 没人看得还不错 那但是如果其实都没有满足 然后你要外加一个 其实为你的一个 侧客的话 那当然会造成大名 会高声 破病掉声也是有方法的 就是说我之前有很多同仁 就是在我之前 在我来我办公室之前 是在别的 他们要在一个市政府 就是那种LINE 就是随时都是999 plus 的那种地方工作 那所以就是 就是会有一种 就是精神卫生 就是很难维持的这种情况 那所以 它要走到DETOX 就是 我通常的方法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的方式 是一种叫做POMODORO 就是番茄中的工作方式 这工作方式很简单 就是你每次的工作 都是在整点 以及整点30分的时候 开始工作 那工作25分钟 那在25分钟里面 你绝对不去看手机 也绝对不去 发及时讯息 也绝对不去E-mail 反正什么都做 你就专心做那件事 那如果那件事情 25分钟不到就做好了 你就花一些时间 检查你的工作的成果 但是还是不要去滑手机 那所以滑手机 就是非常predictable 就是每 大家都 就是现在都很习惯 就是我如果会回讯息的话 那我就是在25分的时候 或55分的时候 会开始回讯息 回过5分钟 那一方面就是长官也好 同事也好 等半小时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尤其是 如果他知道 你55分跟25分钟 会看的时候 那就是更不是 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大部分事情 都可以等半小时的 那从你的角度来看 你就不会说 你在工作上 你办的时候 然后被打断 然后你要回 你回来说 他已经去做别的事情了 所以他又被你打断的 就是双方的 让彼此精神卫生 就是陷入 就是工作压力 很大的这个境界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家约好那个Synchronization Point 当然 你不一定要半小时当单位 看每个地方 不一定要用一小时当做单位 但是约好其实Synchronization Point 之后 同样的即时回应 这个即时是半小时 或一小时 就不会增加工作压力 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 就是参考的地方 有关可能会问说 以外交人员 人员目前的能力 除了外交 大部分集中在社群联系的操作 那建议外交部 如何再精进出外交 其实我觉得 社交媒体 因为我们才刚开始做 没有多久 先把这个掌握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社交媒体 其实每一个 format 就是Instagram Facebook Twitter 很多啊 看你住在我不同 他可能有自己不同的 常用的社交媒体 这些其实 光是其中一个要弄到精神 要能够经营好 在上面跟社群的关系 大概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所以我其实不太建议说 就是同时要做 非常多个社交媒体的经营 而是说 你就觉得说 你住在我们的那个地方 大家最常用的 不管是什么 你就先拿那个经营好 那那个经营好之后 再去想别人 那每一个的方法都不一样 像东南亚国家 在很多 online 使用非常多的 那 online 的操作方式 就跟 Facebook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 我不会觉得说 好像讲 social media 就只是一件事情 然后你要做不过 别的 而是说 某一种 social media 很可能就要花你 非常多的时间 那你先把那个操作到 有 SOP 操作到比较坚守 然后知道 怎么跟部门部这边 或甚至是院本部这边 去进行 战略上的配合等等 就差不多要花在 你带你一个时间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中间 你当然出于兴趣可以去参考 很多别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觉得说 social media 就这样 让你等一下再学人更多 那样的话很容易会造成说 Facebook 唯一好了 就是好不容易累积到 可能五万人最终 十万人最终等等 但是因为就是操作不经手 或者是拿别的操作 像把你的图卡 或推荐什么东西 拿到Facebook 去发 因为有时候讲 我们会要求 Multi mode的话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 Po 别的地方都要Po 但是Facebook 比较惨的就是说 就算你的 follower 非常多 但是Facebook 只要看到 你连续发几个 都没有人护导 没有人按赞 因为Facebook 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卖广告嘛 所以你对他来讲就是 去引诱他的使用者 就是能够多有在Facebook上面看广告的 就是所谓的社群体内容提供者 所以他只要一发现 你没有办法让Facebook的使用者 有在Facebook上面看广告 那么不管你有再多的追踪者 那个权数都会被调到非常低 那接下来你再多什么 很重要的东西 可能就只有谁能看到 我而谁能看到 所以其实真的是贵金不贵多 那这个金其实需要相当多的 就是眼泪的精英的 有吧 大家有朋友问说 像科技大国是不是更有优势 台湾却在国际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我完全不这样觉得 因为我们这边的 不管是自媒体 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各种代表库 包含我们文化库 这个一直都做出这样多开放授权的东西 可以给我们使用 就算我们现在只是要介绍什么天后宫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们也非常有 像说台湾数量模型库 这是我一个很喜欢用的东西 台湾数量模型库 这个就是文化古物当时我们在希望他们做 像前代技术件社会拍一些大片啊等等 然后做AVR整合的时候 去把台湾这个各种各样的建筑 大型招牌 附属结构 文物塑膜 北流南流 这个双心宿舍离百货 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扫成 就是你可以直接放在 一部电影里面 放在VR里面 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非常容易的 让你互动的这些素材 那这些素材 这些素材非常好用 第一个就是它取景真的很漂亮 所以在你随便拿一张随便结构图 然后上面打一个用看自信世界通行 就可以非常容易 这样做你的住宅感 那第二个是说你如果要做简化 或要切磋漫文化的话 这个会非常好用 那像我其实是之前有讲过 我常常要孵狂脱领 或VR或者Hotographic的方式 所以那像我 特别像说最近在芬兰 就有去约他们的LCT的就是市政庭吧 跟他们那边的朋友们分享说 我们怎么样实际在VR里面去讨论 怎么样去把建筑去做规划等等 那当时我就给了他们这个模型裤 然后等于是他们那边的人 只要有环形脱领 或者带上VR 马上就可以进入 可能开门公司苗 或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看到我在苗口开镜 所以说你知道稍微有点创意了 其实在地的厂商 可以非常容易帮你安排出 非常有台湾味的这些互动出来 那大部分的都是开放手 全世界一天 不需要自己再去找图库 再去买等等 当然像440的图库也非常多 所以就没有著作权的图库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开放资料 在开放这些文物素材上面 我们在国际上面 不但不是相对若实 而且闲目为社团 如果不是第一 也是第二第三之类的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是大家的很好的方式 就是要常常使用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 除了产生以及重新 使用作权之外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像透过就是 Port to AIT 这些方法 去搜集大家的意见的这个努力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其实 这样子东西架了出来之后 像我去日本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 但是他们自己很加不起来 所以才需要 就是直接借用 台湾这边的机器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很容易 对外卖的一个东西 就是不管是Policy 我们的Jonging平台也好 各种数位参与的这种平台也好 其实这个是解决了 大家一个很大的痛点 就是我想要再往路上问人 但是来的都是五毛怎么办 对这个这个痛点 那因为我们有这个 就丰富的 处理五毛的经验 当然全世界也没有 什么地方比台湾更丰富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 证明出来可以处理五毛 解决方案 基本上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处理五毛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处理五毛的事情 上面也是属于相对强势的体位 好那有期望的朋友 我们想要问说 社群媒体都具有同温层 以及网路回忆生 就是Apple Chamber的一个状态 请问如果突破 我们想要大数据分析几同温层 让政策很多客户人看到 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觉得比较好的思路是 你每一次在推案一个案的时候 你就是要选择某些同温层 让那些同温层看到这个案 你不要去想说 这个对方那个国家五百万人 你就是要对方五百万人都收到 第一个是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care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是说 他说你有反效果 就是你真的去用强力 活动的方式 故意太无人机 然后就是撒一些传单下去 直接在这种方式 其实他常常是造成就是反干嘛 因为我真的unsollicit 就跟你的心想会收到二色五件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一次收到二色 再一次收到二色五件 第三次你就直接进到四色五件 这样假期 你的学习就已经送得到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同温层 就是因为这个同温层 他预先假设某个hashtag 或者是某些关键字 跟某些有关系的 所以你只要拉得上这个关键字 而且不要太好 那基本上这个同温层就会对你很友善 因为他们就是专门来讨论 这件事情的 所以像刚刚那个星际大战的那个同温层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星战迷它本身自成一个同温层 所以不是说你要这个撒给所有人 而是专门去在就是5月4号那一天 去KJK星战迷 然后去说我们固定不是征服宇宙 是太太复武 什么的 这个小英的小编非常会解放 所以我可以一直说 当你有正确的日子 或者有正确的可能的时候 那个同温层本身 会帮你把这个讯息去做二创跟三创 那这个才是你要的 因为你不可能有力气去 KJK每一个你的社会中想要看到的东西 但是当你把素材放出来 然后有人帮你二创三创的时候 他就可以保证说你的这个讯息 会不断的被转发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就是 Probary Relation上面 我们有所谓的AC一样 就是Actionable 他一看到就可以去做某件事情 Connected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想要公开做 而不是私下做 Extensible 就是他把这个梗 拿去二创三创的时候 不用再回来问回你 那所以当然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AC一 我记得 Ice Locked Challenge 是第一个被用AC一创工分析的 那 这个已经很久了 不要说你已经有点大了 那就是 就叫做冰桶挑战 就是当时为了呼吁大家关心见动人嘛 所以就是你要拿一个一桶冰水 还有冰桓往自己身上泼 然后录像那一段这个反应 然后 Po上去之后 还要找一个三个可怜的朋友 三个可怜的朋友 如果不捐钱的话 又要再点击三个朋友 就是一种严肃性的一种概念 那这种概念 基本上它是这样符合嘛 Actionable 因为你不捐钱就是 破冷水 就是非常Actionable 都是你现在就做得到的 它Connected 因为你Po的时候 你绝对不想要把它分享出去 因为如果你 往自己身上Po上去录影 然后不分享出去 这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你一旦开始做 你不太就会想分享出去 那第三个就是说 那这个Formel 这会被拿来做的很多事情 像外交部的推特诗 就是用Actionable 所有的版本嘛 就是从苏院长 外交部长 然后开始点名各国的小编啊 等等 就是各国的驻外馆处 都要开始吃一些 就是柔然幸福的这种系 那所以 就是说 这个就是拿Actionable 装作人的版本 然后去改做它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问他们 Actionable 对人的同意 也就是说 当这个MIM 就是这个 传播式的概念 当它被 就是重新使用 repurpose的时候 你不用问国人 那这个就是extensible 那当然 后来也非常Ace的 是MeToo MeToo 当然也都知道 我就特别讲 然后那 或者是 那个Fridays Fed 这个 这个也非常的 非常的Ace 这个 大概就是 在欧洲为主 的任何 正在上学的学生 只要被这个面移地感染 他就会礼拜五不去上学 然后礼拜五不去上学 做什么呢 就跑去他的国会啊 然后跑去他的街上抗议 说这个 都没有未来的 要上学干嘛 然后温时期 你要马上接来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是一个风潮 因为 同样的他非常Ace的 因为你离拜五不去上学 多简单呢 对不对 它被他connected 越多人 罢课在街上 就越 蓬勃发展了 而且他 sensible 就是你今天是抗议 温时期的减量 但是接下来 你也可以抗议 很多别的事情 就是整个温时 当然 目标里面 多的是可以抗议的东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的梗做出来 是这个形状的时候 或你搭设一个 这个形状的东西的时候 大部分 你的二重三重 就不需要再投入 你自己的资源 那这个才是在 我们有限的 外资资源里面 应该Scribe for 就是你 你试过五、六次 只有一次 长这个东西 那已经 非常好的 但是 不要说觉得说 你要能够 就是手动的 把你的 住在国的五百万人 每一个都 弄成 就是 对你的讯息 死心塌地 这个来是做不到的 但是 你可以透过 AC的原则 让他们透过二重三重 到最后 通到所有的人 那个是OK的 但你对他 不需要的控制权 大概是这样子 有七个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 用虚威外交来打击 假情妄话 避免选举 尽管实力操纵 首先就是说 我是 我自己绝对不用 假情妄三个字 这个要先跟大家续名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假情妄 有三个 互相不从别的操作性定义 有些人把它拿来做成是 不是新闻 但是冒充是新闻 作为假造的新闻 那有些人是把它弄来形容 是新闻在它内容的正确 就是内容不实的新闻 那或者有些朋友 像科文知事长 是把它作为 新闻的内容正确 它也真的是新闻 但是编辑下来的国队的标题 还有那个是假新闻 其实这个非常有道理 但是这三种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完全不从别 那不从别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 有一个有意义的操作性定义 所以我是不会使用这三个字 好那我们不使用这三个字 到底用什么字呢 我们用的是假讯息 this information 那而且假讯息在台湾 现在是有一个法律的定义的 就是罗宾陈正伟的 假讯息危害防治小组的定义 就是 故意的 有危害的 不实的 那这三个都要同时复合 所以恶假害 这三个部分都要同时复合 不然的话 我们只不会把它当作 是假讯息 那这里特别要讲的是危害 危害它 危害的对象 是危害公众 危害社会 危害民主制度本身 不是危害政治人物的形象 如果是后者的话 我们就变成跟 就是旁边的一些国家一样 那但是 OK 或者经济体一样 那但是就是 我们这边的汉口 特别讲的是说 它是让大家对于 好比像说 最近才 刚刚送到立法院 刚才读通过的 就是对于救灾啊 或者是 灾防这些工作 会实际产生阻碍 那这个的话 当然想 arm to the public 所以我们怎么样 透过数位方式 来处理这件事情呢 刚其实已经 跟大家分享了 六十分钟之内 去进行澄清了这件事 那这个其实如果 直接就已经有 我们刚刚讲 疫苗的这种作用 那当然就已经有效了 但是有些它就是 就是防疫总是有输楼嘛 那所以它就会真的就 传播到了 就是像 nine这样子的 平台里面 那我们观察到的 就是说在 nine这边 其实它很多 这种不实的讯息 我们在外面是看得到的 它都是 先 类似 a b 测试 就是先对一群人 发一种变形 然后对另外一群人 发一种变形 然后到 它觉得 穿得地够 它才会把它收割出来 跑到大众媒体 或者比较大家看得到的 像 facebook 这样的社群媒体里面 那所以我们目前对于 nine上面的这些流程中的 不实讯息 我们还不确定是不是 有意的加讯息 刻意的加讯息 我们目前的做法是 nine有一个叫做 数位当作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其实你说 它是不是外交呢 我会常常在跟 nine 跟facebook 跟google 这些 尤其是大的这些 平台谈的时候 都有一种 他们是准主权 然后我在做是准外交 的这种感觉 因为它真的大到 而且 通信力已经累积到 就是 它已经很像 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程度 那所以我们通常的做法 其实就是 不是把他们当敌人 而是说 我们这边愿意负责 做一些事情 那他们是不是也愿意 负责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 叫做 Digital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是一个非常难翻的字 那目前大家都翻成 当作 那 which is fine 那 但我自己的翻译 通常都是翻成 交代 就是给一个交代 就是 你hold someone accountable 就是你要他给一个交代 那他可以往内 往员工给出交代 往外 往离开关系人 给出交代 所以是双面交代 但是无论如何 不管是 你把它翻成 给交代 然后方程 当作点 好 当然在这边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去跟 民间的这些 我们有个第三方 市场合的这些机制 去进行战合 这些应该 有一些人有听过嘛 包含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 然后一下有一个 很容易递送的一个 方式 去到美玉宇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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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词啊 麦果片啊 然后台湾 汽汽汽汽汽的中心等等 那在这里面 就是 大家都可以参加的 是叫做 就是 Kofax 那 Kofax 对他还有英文的 那 并没有什么 其实 因为你每次进去的时候 那会有不同的人生代名词 好 那无论如何 就是 不管是同事啊 或者是 就是 家长啊 或者小孩啊 这个都有 传播诈骗的可能性 那 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 就算看起来像政府网站 那不是 但是 点G0B点TW 不是点G0B点TW 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机器员 那你在外面 加了一些机器的朋友之后 当你以后看到一个谣言 那 让你义愤填膺 就是 一定得转传给谁 不然就是 心理那武器 消不下去 就是说这个心理机制 那 的话 你就可以转给机器人 那机器人的心情 不但不会受你的影响 而且 他也会 很快的 去让一群 这个 留意一下维基百克 这样子的志工群 去实际看说 就是 所有 他目前正在流行的 那一上面的谣言 到底是 那些 然后 然后我就可以及时的去回应你说 这到底是真的 还是假的 还是怎么样 那 就是 我想我这个页面不要停太久了 不然可能有精神无奈 但是就是说 大家就可以 一次就可以看到说 台湾目前就是在外上最猛的谣言 大概是哪些 然后以及就是 就是 大家能够 有学到说 学到说 什么 什么 有一个国际公约说 地震只要超过七级 那么邻国可以不经过的时候 我同意 就进步就与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台湾的地震都只有七级 像这个就是一个 杀伤力 这个 没有很大 但是 还是要深情的谣言 而且那外交其实有点关系 好 那 台湾式查核中心 基本上就是一群 用就是 新闻记者专业的方式 去做查核的人 那 他们跟真的假的关系 就好像真的假的是 大家举报 那举报 然后他们发现某个东西正在tracking 就是正在 tracking 而且叫做 就表示他们值得投入 他们查核的力量进来 然后呢 他们就会说是错误的 那 然后 这个很厉害 就是用 贵部的那个 条约协定资料过 去 去查到说 这个 要关系协会 跟加州州长办公室 确实的潜在 台湾州 被忘了 而且 也有接受外国援助的 这个 作业要点等等 里面都没有说 如果地层超过七级 就可以直接 侵犯台湾 没有各种事情 然后他们也去问了 江皇旨 陈振儒 邀宗生 等等老师 所以我想知道 中心的特点 不是直接来告诉我们说 这些谣言是假的 而且它是教每一个人 如果你看到的谣言的话 你要采取哪些步骤 才能够知道 它是真的假的 所以它是媒体适度 就是media literacy 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资源 那 现在他当然是 已经同意说 应该很快六月吧 就是所有这些 即时的澄清 在那里面就会有 一个专门的分裂 所以当你某个页前 很容易看到 这些谣言的时候 你另外一个页前 会把最新的谣言 就好像是最红的 这个新讯一样 告诉大家说 这个最新的澄清是什么 那现在是你必须要 手动夹 真的假的当做好友 看到谣言之后 转传给它 但是之后 按在开本之后 你就直接常爱 那个讯息 你就可以把它佛文 给这些事实上的 一些中心 所以这个后面的设计 大概就是跟我们 对垃圾诈骗邮件的做法 是一样的 就是任何能够收信的地方 现在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棋子 你当你收到说 那些地方的什么 哪个公主有三千万 你一个账户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又可以去说 举报的垃圾诈骗邮件 那你做这件事情 就把它本来的私密的通讯 就像它本来是私密的通讯 把它捐出来 变成一个公众可用的 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 又会再去分析说 这个谣言的 讯息转传的这个路径 那符合这个路径的 那它就会 第一个当然有及时的查核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让市场的中心 能够出这样一份报告 那在接下来 我们预计也是 大概六月的时候 Facebook就会 有一个演算法上面的更新 只要在这边是错误的 它在Facebook上面 就不会再显示到大家的墙上 意思就是说 当然如果你只有那一个朋友 那他没有选择 还是得就是 秀这个碗 到边缘的这个情况 但是如果你有别的朋友 那Facebook 就会去秀别的朋友的帖文 就不会再秀这一则帖文了 那按照他们的实证 大概是可以把 传染性交到本来的不到20% 所以这个就很像什么 很像我们在 电子邮件收到热色邮件的时候 它并不是封锁它 所以 严格来讲不是言论管制 但是 它是引到热色邮件资料夹 意思是说 你只有时间 很多的时候 才会去看它 它预设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所以 所以我们从台湾来 对某一个国家做栩栩外交 应该是不会促成台湾的民族主义 但是 因为这不是数据外交的标的 至于你会促成对方的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发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说 如果你现在 就是有一套案子要推 而且你推的方法 就是要让对方的某个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当选 你这个案子再推得成 那是不是你的数据外交还可以阻挡民族主义 好像是 对 那至于说 是不是要出场民族主义 我觉得民族主义是一回事 那 它是这个时代 就是透过 特别是社区媒体 非常容易达成的一件事情 那像Facebook 现在在每一个帖文底下 都有很多情绪的反应 有各种表情符号 那之前也有学者做过研究 说 其实里面感染力最高的 就是最容易让人转传的 其实就是愤怒 因为一个人愤怒的时候 很不好受 但是当三千人都分享同一个愤怒的时候 他就升级成为Outrage 就是通修离开 那通修离开的时候 感觉是非常好的 那但是 好比像说 像悲伤的那个情绪 你就没有特别想分享 因为很多人悲伤也会很不好受 实际上是会更难受 所以 那意思是说 他这个 讯息的本质 就 一方一说 在社交媒体上面 最容易穿的 大概就是那些去激化 一个人愤怒的感受 那些东西 那这个当然就是女生主义的文创 就是 大家 只要学这时候的这些东西 大概就可以 贫困 获得很多的支持度 那这个当然 一方面 Facebook本身也发现说 他们的产品本身就造成这种 就是有害的外国性 就好像卖盐或者卖酒的这个一样 那就是 但是 在他们的界面正在调整 他们现在正在调整 的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可以运用Facebook去 把人带到 像刚刚讲的 或者是一些 这种 收敛性 而不是发散性的一些地方 所以你还是可以打Facebook广告 但是 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Facebook方面 不管怎么留言 都没有办法真的影响 像NIT跟台湾的外交的agenda 你只有跑到Holistan那边 才能够真的进入我们讨论的 议程里面 那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 只要你 把这个拘束力结构讲得足够清楚 像我们对国内的 众议平台 公正在网络参与平台 那其实大家是很买单的 就是大概 23万人里面 大概500万左右 游在这个公正在网络参与平台 去不管提点子 或者是 进行大会预报讨论 或者是想要迟到说 外交部把钱 停滑到哪边去 大概都可以 很容易的来这边看到说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最关心的外交部政策 是什么 亚东施务 朱洛山西 暂时处施务 非政府组织施务 对 它每个都会有 就是执行进度 预算法成率 NGO 启动和互访次数 等等 那这些本来 穿透上面都是 管考书或检查院 才在干的东西 那希望我们把这每个东西 都完全分享出来 变成整个所有国民 都可以一起讨论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在Facebook上就没有 而且它讨论 在Facebook上 也没有它累计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至少再来建设这一区 就是大家还是蛮喜欢 来这边看自己 感兴趣的政策 然后像 像长照啊 或者社会住宅啊 这种高度关注的政策 大家也都很愿意 在这边 及时的去跟 就是 老卫福部阵 是这样认真 及时的去跟 专业的公务员 去进行这样子的 来来回回的 这样的公正讨论 所以Facebook 也是可以用的 就是把人带到这些地方来 不一定是在Facebook上面 本身讨论 大概是这样子 但我们时间可能是够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说 外交使者 泄露揭秘的可能性 我们通常在 规划这种 通讯装置的时候 我们都是说 你知道 po到这种 就是social media的 它就是不怕人知道 它只怕人不知道 的事情 你才拖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清楚的界分 我在近期间的 刚讲到 物学上的条件 任何地方都会工作 我是一个 然后我从每个路柜调人 我不想命令 不接受命令 大家要自己打靠近 这是第二个 再变叫做 location independence 然后跟 voluntary association 那第三个是什么 叫做 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激进式的透明 激进式的透明 讲的就是说 我在每一次开会 只要我是主席 或者是有人来lobby我 我是lobby的对象 或者是有记者 来采访我等等 那大家都可以马上的 就是直接看到 那最多有十个工作天的编究期 那之后就全部都要上网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我录个之后 跟3946个人 我叫我自己 讲过话 那一共讲了 193186句话 然后一共开播 八百九十次会 或者是拜会 那在这里面呢 不是只是 对 就是不是只是 他和我参与的 像SRT那时候有一个 他讲那个TRA 就是台湾关系法40年 那所以那个SRT也非常 这个知道我有这样子的 就是 劳固协商条件 所以他们就 就是把他的录影 整个都提供给我 然后就 把他制作出了 注资稿 那这一份其实是 我觉得那个参观价值的 真的 他们一些人 在那边讲究 当年TRA怎么通过 通过历史 当年商会扮演了 什么角色 那竟然是关键的 参与员 然后卡特又怎么样 之类 那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是 不是像我们开会的 那种会议记录 这些就是每个人 讲的每句话 每个字 都直接记录在网络上面 那所以 每一个都可以 所以每一句话 都可以变成 社交媒体上面 分享的一个素材 或者单药包 所以大概 为什么我可以 就是那么快的去回应 其中一大部分 就是因为 其实大部分我都回过 所以在这边 只要我的同仁也好 我的也好 以Google的 或者是以 在这边用全文件的做 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对某些东西的理想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 都是建立在 政府基金公开法里面 有一条说 你搞阶段的资讯 你不公开 我有一个原则 但是对公共利益 有必要整得公开的字 嘛 那所以我倒不起来 条件第三个就是 我看到的一切 的公开 对公共利益 都有必要 那所以就不要再问 就是一个 一个空白授权的 一个概念 只要是我主持的 公开他对公共利益 就是有必要的 那但是这个 就跟 国家基金密法 是有互相 就是冲突的情况 因为关系 马术说 其实这一套系统 它的输入 只要混入一个 是国家基金的东西 它整个输出 都会变成国家基金 这部这个公开法 就不再适用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 我是不接触 国家基金的 我们办公室 有一位专人的餐食 其实只要是等 集密的东西过来 就是他看 不是我看 所以我其实不可能 泄露国家基金 因为我干脆 就不知道国家基金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会有 来一个公文说 什么时候要演习啊 什么 像智慧所啊 什么东西啊 我那一天就请假 所以我到现在 还是不知道房东东在哪里 因为 情况下 其实没有泄露 国家基金的可能性 所以我想 最后想要免提各位的 就是说 各位 不管要出处在屋本部 都会看到一堆 其实没有必要被列成密的东西 它可能只是一大本东西里面的 一小部分 讲的可能是那个地方的民情啊 或者是惠律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就是完全都是OS 你一看就知道 是公开合得的资料 但是它 因为在那一大本里面是密嘛 所以就很习惯 它真的都变成密件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是多多少少可以检讨的 因为这些东西 它越多的东西放到OS 已经放到公开领域来 我们在公众外交 在说的外交上面 就多一些材料可以用 那我们越多的东西 还在密的这个状态里面 那我们就越少材料可以用 所以大概自己有意识的 去把它分给 我觉得是很重要 当然如果有关系 像我们刚刚不结束 我也要介绍 但是在结束的时候 就是既然去争取 多一些东西 到Declassify这边 那我们在未来 在讨论的时候 就更多一些各种的素材 然后帮别人 帮我们去发扬这个 就是他们可以帮助的 那今天就先给大家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唐正伟用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 向我们说明了 出了外交的一些重点 并且非常积极回答 我们所提问的问题 那让我们再次用正任列的掌声 感谢唐正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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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